主料,黄瓜500克,辅量,白糖10克,醋一勺,生抽一勺,盐2克,鸡鸡2克,花椒5粒,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黄瓜洗净,用一双筷子放在黄瓜两侧,将黄瓜45度下刀切薄片,刀直接切到筷子,黄瓜不会断,将黄瓜翻面,筷子还是架在底下这样切另一面, 切出的黄瓜依旧不断,切好的黄瓜上均匀,撒上盐腌制10分钟,把姜切成丝缝的碗中,加入剪碎的干辣椒,加入糖醋生抽鸡精搅拌均匀成碗汁,锅中放入敞亮的油包香花椒,把花椒油倒入碗汁中搅拌均匀,腌制好的黄瓜轻轻挤去摊汁,马放在盘中,把碗汁均匀的倒在黄瓜上,放入冰箱冷藏一小时即可,烹饪技巧, 要把菜板和刀清洗干净,辣椒根据自己口味来调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